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发大工程 管理多个元栏目文件的时候 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 那么这个PyChamp它可以在Windows Linux和MacOS的平台下都可以运行 因为PyChamp它本身是用Java来编写的 而Java我们知道是跨平台可以运行的 所以PyChamp可以在各个软件操作系统的平台下都可以跑 但是我们首先要强调一点 就是PyChamp不像IDLE一样 IDLE它总是跟Python语言的解释器会在一起 所以你不必担心说IDLE会缺乏Python解释器的支持 但是PyChamp它是用Java编写的一个 它单纯就是一个集成的开发的环境 那么Python语言的解释器是需要先行安装 所以我们注意要在安装PyChamp之前 我们就要已经在这个操作系统当中 安装好一个版本的Python语言的解释器 当然PyChamp它可以支持 像Python2到Python3的所有的这些版本 它可以把这些解释器调用得非常的好 那么PyChamp自己支持了很多 在这个编程开发方面的很多的这个很好的特性 就包括语法高量 代码检查 还有这个智能的实时的补权代码 那么这样的让你在 即使在编写Python语言程序 这么简洁高效的这些远代码的时候 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压榨 这个性能和效率更加的快速 而且PyChamp可以实时的快速进行修复 还有这个多个原代码的管理 就是Project的项目的管理 它可以进行单元测试 也可以进行这个版本控制 也就是它可以加入这个团队协作的功能 还有进行自动代码的这种重够 和很多丰富的导航的功能 你甚至可以在书写代码的时候随意书写 只要一个组合键按下去 它就会把你自动的 把你的代码整理成一个特别漂亮的格式 而且PyChamp作为一个专业的开发工具 如果你将来要立志成为一个专业的 Python程序员的话 那么你就一定要关注这款 这个集成开发环境 它可以支持很多的开发的情境 比如说支持这个大型网站的开发 Jungle框架上的专业的web的开发 它也可以支持这个云计算 在Google的虚拟机的App Engine下面的这些开发 它都内置了这些支持 非常的方便 那么PyChamp的官方下载页呢 是这样的一个链接 大家可以到这个Jetbrains这个官方的网站上去下载 然后你进入这个下载页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download的PyChamp 其实你可以有两个选择 左边这个蓝色按钮的这个呢 是Professional 就是专业版 右边这个呢 Community 它是一个黑色的下载按钮 Community版本呢 就是精简的社区版本 但是对于初学者和大部分的这种开发者来讲 其实它的功能已经足够了 它是属于一个开源的一个免费的版本 当然Professional呢 有更多的专业化开发的支持 那么这个呢 它会提供一段时间的这个试用 接下来呢 你就必须要付费进行使用 那当然这个 我们也还是要提高我们的版权意识 你既然靠这个专业的 这个集成开发环境来为自己谋取的利益 那么你也不应该建议说 把这些利益呢 分给为你开发的这么好用的 这个集成开发环境的 这种心情的和你一样的程序员 那么在安装的时候 你下载了这个安装包里以后 在Windows和MacOS下进行安装呢 它其实是一样的 只需要遵循遵照的这个 安装的这种流程 逐步的安装下去就可以了 这个当中呢 其实会中间可能会涉及到 加瓦的这个检查 我们知道加瓦的虚拟机 但是实际上现在目前 大部分的超市系统 几乎所有人超市系统当中 也都已经内置了加瓦 它可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已经安装在你的系统里了 那么这一步呢实际上你并不需要特别的担心 那么这个呢是它的这个安装界面 其实跟所有的这个其他的 Windows的或者MacOS的 这个安装的程序是一样的 你只要遵照它的安装向导 一步步安装下去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是在Linux下安装呢 可能就会有所不同 Linux下呢你可以用Linux自带的这个包管理器 比如说在Ubuntu或者说Debian Linux系统下 著名的这个apt安装包 你就可以用apt install PyCharm Community 当然这个是开源的呢 就是Community版本 你进行安装 那么它就会自动从这个包的这个仓库服务器当中下载 并且安装到你的系统里 这是非常的简单的 当然也可以呢 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官方网站上下载一个最新的版本 这时候呢你会下载到一个压缩包 那么你就需要用指令呢 把这个压缩包呢给它解开 解开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其实并不需要什么安装 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叫PyCharm Community 这样的一个目录 在这个目录下呢 有一个BIN的子目录 为什么是BIN 其实Linux以下的所有的这些可执行的文件 一般都会存在一个名字叫做BIN的这个目录下 因为BIN的是Binary的缩写 也就是二进制的这个目标文件 那么你在这个下面呢 就执行这个PyCharm的.sh 这样的一个命令 你就可以看到PyCharm的这个界面就会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呢 你可以把它锁定在你的快速启动栏上 你是一个桌面操作系统嘛 当然实际上你如果只需要用这个包管理器 APT这样的安装了以后 其实像Ubuntu Linux这样的超市系统呢 其实已经缺陈的把它放到这个启动器里边去了 已经那这个呢就更加的方便 那么PyCharm的基本的操作呢 当你启动了之后 它会让你去设置这个PyCharm的一个工作模式 它的这个设置 其实呢缺陈的情况下并不需要去更多的去动它 那么唯一要修改的呢 可能你对于它的缺陈的这个字体可能不太满意 你可以换换一种字体 换一种字体的大小 让你的编程环境更加的舒服起来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在PyCharm里头 任何的这个原来码 它都是需要属于一个项目 所以呢 你首先要一个create 一个new project 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在创建新项目的时候 它实际上就已经要提示你 你这个项目呢 是用的哪一个系统当中的派送解释器 如果你事先已经安装了派送的 比如说安装了派送3.6或者3.7的话 那么它会在下拉宽当中显示出来 你只要输入这个项目的名称 然后再选一个派送解释器 那就可以了 那么这时候呢 也可以去创建了以后 你就可以用open的这个菜单 打开存储在任何地方的这个派送文件 也可以把它加入到你的这个project里来 那么当然也可以就是从 类似于像Github这样的一个版本控制的 这些服务器当中去下载 直接checkout出来 你整个的这个代码的仓库 比如说你有同伴的代码 已经放在Github上了 那么你用这样的checkout from version control 这个来源 你就可以自动的从这个Github的网站上 把整个的代码拉下来 存放在你的计算机的本地 然后再开始你的编程 那么所以呢 我们要让这个pycham跑起来这个工作呢 首先是new一个project 然后呢创建你自己的这个目录 然后呢选择好pycham的解释器 然后呢在这个project 这个名称的上面按右键 然后有一个文件new一个python file 然后你可以创建一个空的一个 py文件的一个框架 在这里面呢你就可以输入代码 然后保存 然后进行运行 那么这个当中的pycham里头 就有特别多的高级的特性 来帮助你快速的编写这个程序 比如说你导入一个模块之后 它实际上可以把这个模块下面 所带的所有的这个酷寒数 它的这个参数都给你列出来 你就不需要一遍一遍地去 翻找这个参考手册了 然后最后呢你编写完程序之后呢 有个run的菜单 run的菜单有下面有个run点点点 来运行的程序 当然运行程序如果不成功的话 你可以用debug来对你的程序呢 进行单行的执行 然后每一条语句执行完以后 你就可以查看你单前程序当中 各个变量它的值 然后你这样呢就可以看到 你的程序的运行的过程 是不是每一步呢 都是以你的心里所想的 那样的一个步骤一步步下来 中间呢有没有出现异常 都是可以通过debug来进行调试的 然后呢当然我们作为一个派送语言的 做一个解释性的语言 你可以在很多时候呢 当你不确定一条语句 这么写是不是对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派送的这个cell 就它的解释计 就是三个大约号的这么一个命令行提示 给它调出来 实时的把这条语句输进去 然后马上可以把看到它的执行结果 进行验证 这个呢 Python的concel 就是它的控制台 可以通过tours这个菜单 有个Pythonconcel 把这个命令行界面来调出来 执行这个单条的语句 来进行查看 那么最后呢 这个界面 我们看起来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们有三个黄色镜头呢 指示了这个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 当你new project的时候 除了这个location当中要指明 你的这个project所在的目录 和你的project的名称之外 你还要接下来这个黄色镜头 所指的interpreter 就是它的解释器 这个解释器呢 在PyCharm安装第一次运行的时候 它会搜遍整个系统 帮你把你的Python的语言解释器的版本 都找到 你在下拉列表里头 只要选一个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两个箭头呢 分别就是run和tours 当你输入完了这个代码之后 你可以用run来执行它 然后你如果想要验证单条的语句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tours下面的pythonconcel 把这个命令行 单条的命令行 给它这个控制台 给它调出来 然后执行单条的这个语句 那么执行单条语句 执行验证好了以后 你可以继续的编写 你自己的这个原程序的这个代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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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